先来看今天的最新民调 当然非常震撼了 蓝军也很振奋 侯友宜追评了赖清德 不过当然不能掉以轻心 还有20多天 我们先来看总的 今天有三份民调公布 美丽岛的民调第92波 它是每天都公布 今天侯友宜赖清德差了是3.3% 那正传媒的民调 它的上一波调查很久以前 7月1号跟2号 那今天的这波 差1.8% 这么近 那联合报的民调就是打平 打平 所以今天一大早 大家看到之后就有点嗨起来 但是嗨一分钟就好 不要嗨太久 我们要来仔细拆解一下民调 来导播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美丽岛的民调好了 好我就看民调 我们还是要稍微看一下曲线图 曲线图你也看得出来 有没有七七伏伏 刚开始赖清德 这个翔龙在天都在天上飘 都在躺着选 到后来没办法躺 出现了黄金交叉 现在有没有越来越近 那相比于昨天的两个人 都各掉了一点点 克文哲也还在掉 所以这个曲线来讲呢 就是反正赖猴的差距 现在是蛮近的 真的很胶着 那侯友宜呢 我们看到就是稳定的 在两成以下 好另外同样是 美丽岛电子报 我们来看 他每次都会问这个问题 有没有 这个希望明年民进党 继续做的33.1 增加了1.5% 希望换国民党做的30.2 但是也差不到三个百分点 然后呢 如果说政党轮替 你是不是会投在野党 民调最高的 不认同的49.8% 这个占比还是很高 比前一天又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那认同的37.3% 好继续我们再来看 来导播 这个关于这个县市别的部分 今天有点不一样 在性别的部分 男性女性 支持赖清德的占比都比较高 但是跟这个侯友宜差的不是很多 那在县市的部分很有意思 大家看到新北市 这个侯友宜呢 比起昨天又增加了五个百分点 到了百分之四十四 这是侯友宜所主政的地方嘛 但台北市的部分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下子 多了百分之六点八 那在台北市的部分 赖清德超车 那另外呢 侯友宜在陶竹苗 是拿下了这个第一 中章头哦 注意哦 中章头这块 之前都是输的嘛 但是在今天所公布的这一份 侯友宜是拿下了 百分之二十七点四 比起前一天呢 增加了一点五个百分点 那云嘉南高平 都是绿的天下 但是 季宜 花冬 还有离岛 我们看到 这个赖清德 这个拿下了 百分之三十四点五 当然跟侯友宜的差距很小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移动比较大的 第一个台北市 中章头啦 还有这个 离岛 对不对 离岛啊 还有这个积宜花冬啊 等等哦 好另外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还有一个 嗯 他每 他都会问这个问题嘛 对不对 就是年龄层啦 年龄层的部分哦 这部分还是差不多 柯文哲呢 年轻族群二十到三十九岁 都是夺冠 那这个赖清德的部分 在四十到四十九岁 还有七十岁以上 是南国冠军 那侯友宜还是一样 五十到五十九岁 六十到六十九岁 这是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那稍后还有两份民调 那虽然我们看到 有一点点数字上的差异 但是看起来曲线 差不多大同小异 我们稍后继续来看完 好今天让这个蓝军振奋呢 就是这份民进 这个联合报的民调啦 当然大家知道 联合报在这个政治光谱上 大家认为的属性 它会不会有些机构效应 但无论如何 你看到这份民调当中 赖消配跟侯康配是平手 三十一比三十一 那侯康配呢 这个增加了百分之二 这份大家看到没有 打平 这是到目前为止 选战开打到此刻为止 第一份两个人打平的民调 虽然有些人说是机构效应等等等 其他民调的差距 也真的是不断地在缩小当中 好另外还有这个 我看到下一张 来下一张 好总统大选支持度 来我这边有点反光 看不太清楚 好这个赖消配的部分 女性支持的比较多 侯友宜的部分 男性支持度比较多 那赖消配在哪些年龄族群 是比较这个占上风呢 赖消配的部分是六十岁以上 那柯文哲是二十到三十九岁 那侯友宜呢 就是中间这个上游老下游小的族群 有没有 四十到五十九岁这一块 然后赖消配呢 哪些地方比较占优势 北北基 中张头云嘉南高平棚 那这个侯康呢 就是桃竹苗 桃竹苗跟这个李岛 还有宜花东等等 这是联合报的民调 好还有 来导播再来 好关于这个气宝 或是不要讲气宝了 讲集中选票 讲这个尊重 讲这个合作好了 有这样想法民众的一个第二选项 这个可能气宝的选民 在柯营配的部分 侯康配的支持者 百分之六十九 赖消配会四十一 那在侯康配 可能气宝的这个民众 柯营配百分之四十九 赖消百分之三十六 当然这个部分呢 这个我今天听到很多很多的讨论 他这个 他这个是有点怎么讲 有点交叉 但这个时候这样子问我 我不晓得 我稍后来请教一下 这个现场的来宾 现在谈这个气宝 第二选项 你怎么看 好还有一个再来 好另外这一份是正传媒 正传媒的部分呢 因为他上一波所公布 蛮久以前 那是七月七 七月一号二号的 那现在都已经十二月 快要十二月下旬了 所以你会看到 他的这个侯康配啊 比起他上一波 一下子好像增加了十几% 增加了很多 但是总的来讲 赖销配是三十一点四 侯康呢是二十九点六 两个差距非常非常的近 那柯文哲呢 虽然跨过了二十 但是就是二十点五 但是还有十八点五 说选不出来 选不出来 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到 这是今天的这个三个民调嘛 三个民调 好 好来我们紧接着回到 我们自己的主视觉 来导播 18.1 好民调怎么解释呢 从不同的区块来看 那这个 森老大说什么 柯文哲是女性知识度很低嘛 柯文哲 很多人会觉得 最后是得什么者得天下 第一个得中立选民者 还有得女性的新的人得天下 所以这两块很重要 那这个吴子嘉董事长 讲到昨天的那一波民调 他认为柯文哲现在是19.7 他认为柯文哲可能有机会 会再往上走 往上走 所以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新闻焦点 其实紧扣着这个民调的议题 但是我先让亮哥来看一下 你怎么看待打平这件事情 打平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那侯友宜在云嘉然高频 他的落后差距变小 联合报是非常明显的变小 他云嘉然是29比26 那高频棚是35比29 那美丽岛他这两个地方都输20% 差很多啊 那可是侯友宜也可以感到高兴 是他北美机竟然输了 北美机输啊 那当然他逃主票是大赢啊 逃主票他一直都赢的 可是我觉得联合报这个做出来 因为你如果分析到美丽岛 那美丽岛做出来 侯友宜在台北市也是输的 而且我发现侯友宜在台北市 赢的情况不多 比如说美丽岛这一份是38.3比35.6 他是输的 然后我看下面的表是 耐心得是明显赢30到39岁 那是大赢 赢了32.4比21.6赢了10% 所以我认为侯友宜的证件 并没有在这里发酵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那这个是宣传力道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在圈子内 你没有办法理解外面的人 知不知道有没有catch到这个讯息 因为圈子大家都觉得政策真的很有感 尤其就是30到39岁嘛 那我可能就要说 他的传播力道不够 发酵的效应也不够 我认为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没有catch到 那这个就是他们总部的问题了 比如说我到今天还在看广告 还在黑啊楼梯黑啊 对我也有看到 你怎么不用 这个为什么不做单支的电视广告呢 然后铺天盖地去丢啊 他实际上有很多议题都该这样做 我讲的是正面的选举啦 那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还是 因为你去打负面的文宣 你最多只能巩固你的基本盘 那你正面文宣才能够得到新的票 那我的总感觉就是你30到39在会落后10% 那台北市会落后 我的感觉就是 就是30到39这个白领的年轻人没有catch到你的讯息 因为台北市是白领为主嘛 那这些人你打的政策事上就是为他们打的啊 对因为照理来讲像客户辅导啊等等 我们之前讨论大家都觉得像台北都会区格外有感 因为特别塞车特别拥挤嘛 所以现在换过回过头来再看 就会发现他在这个区块并没有发挥 新北有新北已经非常明显拉开了 对对对 他新北你他事上已经拉到44比31 我讲的是美丽岛啦 那中张头打平了 中张头带联合报也打平了 那联合报我不知道为什么做出来差距都变小 因为这个跟我的认知不太一样 就是我认为那个云嘉南高频 尤其是高频啊 我认为高频落差还应该是蛮大的 那这个云落差也蛮大的 对那里岛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这个侯友谊 好像这个里岛的部分也输了嘛 对不对 因为那个票比较少啦 所以我一般不会去注意啦 不过我是觉得他在台北市啊 至少应该要领先 因为柯文哲是当过市长 可是柯文哲的民调也没有出来 那他如果因为国民党在台北市 有非常多的团体都是支持国民党 我是觉得台北市一直给我感觉是没有动起来 那这个中张头也没有理由不能够拉开距离 因为我们秀燕姐这么认真 但是中张头有翻过来吗 之前看到一直都是书的 因为每天都在念他 现在领先一点点这样 可是我认为 腿有效吗 中张头 包括我们秀燕姐 包括王惠美 这都是很强的县市长 而且很多地方都比廖想中的要接近 我讲的是立委 民进党现在台中地区的立委 只有蔡其昌跟核心存是安全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国民党是选得不错的 台中啊 那这个现象桃园也是 因为桃园六个区啊 我现在发现 民进党那三个区都是PK 那就表示如果运气不好 民进党搞不好淋啊 因为连杨梅冠英都被追上 所以你看这个桃竹苗就非常明显 侯友宜是领先的嘛 照理讲台中应该要类似桃竹苗 就是应该会有这个现象反映出来 当然那个台中民进党没有那么弱了 我同意了 而且台中的选民本来就是 比较比较比较会飘来飘去 比较历次大选当中 他就是飘来飘去 他会飘来飘去 他不像桃竹苗 就你不会领先太多了 我同意了 那可是我觉得台北市 台北市也是会有点飘了 可是你不应该输赖清德啊 这个因为比如说像这种赖皮疗的事 这个对他是重伤 稍后我们会谈 这几间大开起来 在台北市新北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新北 可是台北人也很有感 因为我跟你讲 我很少看到这么多 我不认识的人在贴贴图 因为我是常常在看脸书的人 这个赖皮疗的贴图 是在多到我难以想象 因为太好笑了 而且很多人都不是习惯性那种网红 他有点欢乐感嘛 所以就到处都贴 到处都贴这样 那民进党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你骑虎难下 你把自己说得太伟大了 那就变成是这个 就有点 我这个当然是赖清德自己的问题 就是说你已经把它搞成是你危机处理很差 说谎 双标 反正选举只要扯到人格问题 价值问题 那就很伤啊 就黏着你 那黏着你又甩不掉 那你现在处理也为时已晚 就是这样 可是我还是觉得侯友宜 所代表的正向价值 他的宣传力道不够 是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他的竞选 让我觉得可以加强的最大的部分 就是正向价值没有传递出去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